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那么今天老鹰队是坐镇主场三军用命 是应激长空 他们是大胜熊鹿队 将总比方是搬成了2比2平 那么上一场比赛 老鹰队这个核心空位 特样是惨遭裁判不小心垫脚 然后是扭上了脚踝 今天是没有办法登场比赛 所以外界多位民宿也都是纷纷猜测 表示说熊鹿队五场晋级 似乎是已成定局了 不过老鹰队这边 他们这些球员可都不这么想 我们说 今天这个队史民宿木托姆博 也是来到了现场观战 在这位四届DPOY的督战之下 球员们也都是纷纷从这个防守抓起 提升了比赛强度 然后打出转换 而这个熊鹿队呢 今天在开场阶段 打的是跟昨天这个太阳队 多少有那么点相似 是非常的漫不经心 低级失误也是频频出现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 对方这个唯一的核心没了 所以就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似的 我们说 毛主席有句话说的好啊 叫一江胜勇追穷扣 不可估名学霸王 常言又说啊 这个交兵必败是吧 我们说熊鹿队今天是完全没有注意到 老鹰队这个专注度和决心 整个上半场球队的三位核心 是一个比一个拉胯 直到经过中场休息 然后到下半场之后啊 熊鹿队这个才算是 匹配上了老鹰队今天这个专注度啊 字母和米德尔东也是先后开张 帮助球队是逐渐追上分叉 可是我们说 谁能够料到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字母在一次防守卡卡拉的空中接力的落地过程之中是扭伤了膝盖 随后也是宣布退出了比赛 我们说一方没了单核空位 另一方没了超巨大钱啊 这也是让我想起了千禧年太阳队和马次队的这个季后赛 当时马次队地母赞可是爆销了 然后太阳队这边贾森基德也是应伤只打了一场比赛 最终太阳队是凭借着这个哈达威的出色发挥啊 是击败马次队进入了第二轮 但是为此也是付出了这个惨痛的代价 哈达威是在晋级战之中啊 跟这个老上将啊 就是罗宾逊是发生了一个激烈碰撞 然后是伤到了膝盖 之后就去做了一个手术 然后也是缺席了接下来整一个赛季的比赛 此后付出也是已经泯然众人 我们说这一年也是太阳队自从巴克利离队 再到那时重返太阳 这中间的十年里面唯一一次打进次轮的这么一年 我相信日秘们应该也是有必要要去知道一下 这是哈达威用整个职业生涯给换过来的 那么我们再说回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说在字母退场之后啊 熊鹿的其他人可能也是出于对字母这个伤情的担心啊 刚建立起来这个势头也是瞬间就没有了 打着是没有任何的章法 老鹰队自然是趁你病要你命嘛 我们说今天在顶替这个特勒阳登场的陆威的带领之下啊 他也是投船结合 也是率队打出了一个一波流分 差来到20分之后是再也没有给熊鹿队有反超的机会 于是他们是在第四节走了个过场之后 就轻松拿下比赛 双方是将在后天以施密尔沃及继续进行第五场的这个天王山大战 据说呢届时特勒阳是会要争取去付出的 那么字母的话我估计今天回去首先得拍个片子看一看 那么也是但愿他没什么大事 我们说今天字母刚落定的话 确实是让人感到有些害怕 尤其是这个慢镜头显示啊 我当时真的是有点担心他会重现克莱的故事 我们说今年啊这个伤病实在是太多了 有天灾也有人祸 然后我今天还在一些热线中看到字母这个受伤啊 是出于一个报应 那么这样的话我个人啊 说句实话我觉得说是报应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说确实是有像波尔金基斯啊 像欧文是倒在字母的脚上 导致赛季报销 但是我们有个词语毕竟叫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是吧 伤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帮助 打赏! 就帮助 打赏!